但是民众直击在中山桥上面有连续三名的民众违规闯红灯 但是有一名远警就看着三个人违规却没有任何动作 警方的解释是如果追上去的话会有危险 所以会根据身上的密露器来进行举发 但是但是大家也不禁联想到会不会是日前 高雄不是发生了未成年的少女 就是被警方追逐然后进而撞死的事件 所产生的寒蝉效应 9月10号上午民众行进中山区中山桥 先是看到一名远警停等红灯 但下一秒 就这样闯了红灯 没多久深色衣服女骑士也跟着闯了红灯 第三位骑士似乎发现警察在路口 稍微歪了头看了一眼也继续往前骑 这时候灯号变绿灯 远警才缓缓往前骑 难道他没看到前面三个连续违规的骑士吗 单纯的违规他会考量各种方式来达成 比如说依照他的照片来提供来告发 那避免有意外发生 警方说法是依照经验值不需追上前 只需要进行举发即可 眼看违规在前不开罚 或许是因为日前高雄远警 因为追逐两名未成年少女 少女因紧张逃逸 却遭到轿车撞飞 一人送一抢救后不治 案件遭到两种不同声音的质疑 新北市新店分局必谈派出所寻佐 师傅国在脸书PO文声援力挺高雄警察 寻佐在脸书上写 小妹妹你的死是自己选择的 对我来说没有任何遗憾跟可惜 警察依法行政何错之有 文章一处按赞人数将近三万人 支持者纷纷流言打气 有网友说警察追车也很危险 支持警察认真执法 也有网友说该负责的 是让小孩吴兆骑车又没戴安全帽的家属 连新一份局长吴敬田也按赞 留言支持警察执法 就算15岁他自己已经能够辨别是非人的能力 那他会选择跑给警察追 那造成接下来发生的遗憾的事情 那真的也只是他的选择而已 反观追车的张姓袁景 当他赶到现场时立刻下车查看 发现少女受伤 也赶紧叫救护车 该做的都做了 但他仍然很自责 认为死的应该是他 情绪几乎崩溃 面对外界支持声浪 袁景只希望事件早日落幕 只是如果当初骑车少女肯遵守交通规则 或许这一死一伤的悲剧就不会发生 记者中文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